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出 多边主义离不开联合国 离不开国际法 也离不开各国合作 世界需要真正的多边主义 各国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办事 不能搞单边主义 霸权主义 不能借多边主义之名拼凑小圈子 搞意识形态对抗 中方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及古特雷斯秘书长工作 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 习近平强调 当前国际社会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要加强合作 不要搞政治操弄 大国要做出表率 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中方决定向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际奥委会提供疫苗 并将继续积极支持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为消除免疫鸿沟不断努力 习近平指出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件大事 中国宣布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大峰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需 这使中方主动作为 而不是被动为之 中国愿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继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 习近平强调 中方尽己所能开展南南合作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 是中国肩负的道义责任 中国人说话算话 言出必行 中国愿同联合国加强合作 继续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古特雷斯祝贺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 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 他表示 联合国高度赞赏 中国在摆脱贫困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 高度赞赏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 坚定支持联合国工作 又感谢中国为国际抗议合作 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 做出的重要贡献 佛航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6号和股共中央第一书记 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通电话 习近平对古巴共产党第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以及迪亚斯卡内尔当选 股共中央第一书记再次表示祝贺 习近平在通话中表示 股共八大对古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做出战略规划和部署 对古巴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相信在以迪亚斯卡内尔第一书记同志为首的 新一届股共中央领导下 古巴党和政府将带领古巴人民团结奋斗 推动古巴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成就 习近平指出 中股市好朋友 好同志 好兄弟 共同的理想信念把双方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愿同股共加强对重大理论和时间问题的交流探讨 并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 稳步推进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 习近平还表示 中方将同股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 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 坚定维护世界和平 公平正义 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古巴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迪亚斯卡内尔在通话中 通报了古共八大的有关情况 并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100年来 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他又感谢中方长期以来 对古巴正义事业的坚定支持 包括对古巴抗议提供的及时帮助 迪亚斯卡内尔表示 古巴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反对一切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 古共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促进共建一带一路等领域务实合作 推动两党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号晚上 和土库曼斯坦总统比尔德 穆哈梅多夫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 中方愿同土方加强天然气等能源合作 同时大力拓展其他领域合作 实现两国共同发展繁荣 习近平指出 中土建交以来 两国关系创造了多项第一 赤橙色十足的战略伙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也是土库曼斯坦独立30周年 明年还将迎来两国建交30周年 双方要抓住机遇 全面扩大合作 推动中土战略伙伴关系 迈上新台阶 为两国发展振兴 提供强大助力 习近平强调 天然气合作是中土关系 互利共赢的鲜明体现 中方愿同土方加强天然气等能源合作 同时大力拓展其他领域合作 生化互联互通合作 拓展数字 航空航天等领域合作 并愿同土方分享中国大市场带来的机遇 实现两国共同发展繁荣 习近平还指出 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仍不容乐观 疫苗是抵御疫情的有效屏障 中方愿继续同土方开展抗疫 特别是疫苗合作 共同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图库曼斯坦总统 北尔德姆·哈梅多夫在通话中 感谢中方支持土方奉行永久中立政策 并赞赏中方为维护世界和平 安全 稳定 以及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 所做积极努力 他表示 土方愿本着高度信任的精神 同中方继续相互支持 进一步发掘潜力 加强天然气 经贸 跨境运输 医疗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 中化人文交流 并希望同中方加强抗疫合作 凤凰卫视 综合报道 相关话题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邱振海先生 为大家点评分析 邱先生 中午好 中午好 邱先生 您对习近平和联合国秘书长 以及古巴还有土库曼斯坦领导人的通话内容 有什么样的观察 对 习近平主席各级领导人通话 这个覆盖面很广 有联合国秘书长 有这个古巴跟中国是相同的自治体制 又是美国的会员 也有土库曼斯坦在这个中亚地区 那么这个我注意到 尤其是跟这个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的对话 因为这个联合国非常重要 现在虽然是拜登政府上台了 但是美国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 这个美国 坦这来讲 也不光是从那个 特朗普时代开始 他从以前的共和党小布什时代开始 这个单边主义已经盛行了 新保守主义已经是盛肖成上了 所以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这个可以说将近20年以来 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到最近几年 由于民粹领导人特朗普的上台 然后这个一下子 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现在虽然拜登 这个钟摆回来 但是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一定是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是多边主义 还是单边主义 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 好像似乎是 拜登又返回单边主义的 又返回多边主义的 但这个多边主义 它是有意识形态特征的 它是以这个说实在的 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 在过去100天 就是我们说它的联团制华 和联团组团访华 用一种所谓的一种价值观 和一些其他的国家利益 把一些其他的国家 绑在它的展车上 来反对中国 那么这个难道是多边主义吗 多边主义是什么 多边主义就是 就像习近平总组义 主席所说的那样 国际上或者世界上 有事大家一起商量着办 这个一起商量着办 大家肯定有不同的利益 大家肯定有不同的价值观 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不设前提的 这才是真正的一种 人人命运共同体的做法 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习近平主席和 古特雷斯秘书长通话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点上 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好 谢谢邱先生的点评分析 再来看到新冠疫情方面 印度的疫情是持续严峻 新增确诊病例超过41万 另外再有接近4000人病亡 累计死亡人数突破23万 专家预计第三波疫情或将到来 而为了缓解医疗系统重担 首都新德里有机构动员载客的 三轮车司机为民众提供免费救护车服务 印度6号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数 在此突破40万大关 仍未达到第二波疫情的顶峰 在病例持续激增的严峻形势下 印度各地医疗系统已激进崩溃 传为短缺问题 期待解决 西部城市艾哈迈达巴德一所寺庙 近日就将祈祷大厅改建为临时护理中心 配备50个床位以及轮值医生和护士 并对新冠患者免费开放 负责人表示 部分床位设有氧气机 其余为简易床位 护理中心会为所有入住的患者提供一日三餐 在首都新德里 一个非盈利机构组织当地的载客三轮车司机 为有需要的民众免费提供救护车服务 接送往返医院 这些三轮救护车上面有洗手液和口罩 自己也全程穿着成套的防护服 并不时喷洒消毒剂为车辆消毒 有参与计划的司机表示 疫情肆虑之下 走出家门固然令人害怕 但总要有人在前线帮助他人 无论通过何种方式 人们都要守望相助 另一方面 印度多个受疫情打击较严重的地区 近日都相继实施封锁措施 但联邦政府一直没有下令进行全国性封锁 使疫情难以受控 在卡纳塔克邦的班加罗尔 正处于封锁状态下的街道 比往日冷清不少 但措施得到民众支持 印度政府科学顾问表示 随着疫苗接种率提高 病毒可能会发生变异 第三波疫情在所难免 目前是印度的关键时刻 凤红卫视总统报道 因为有住客初步确诊 星期四晚上围封的香港柴湾 新华二村封锌楼 直到周五早上仍然没有解封 大批警员以及穿着防护衣的人员 7号早上进入封锌楼 警方将通往封锌楼的其中一段天桥封闭 其他居民则要绕路离开 穿上防护装备的人员陆续进入封锌楼 当局同时派出工作人员在附近街道 加强清洁 政府原本计划上午7点完成强制检测 至今仍未解封 也还未公布进一步行动 包括居民是否需要隔离检疫21天 国际奥委会6号宣布 将向参加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 各国和地区代表团提供辉瑞新冠疫苗 另外日本政府计划将东京都等 四个都府县的紧急状态 延长到5月底 国际奥委会6号宣布 将向参加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 各代表团提供辉瑞新冠疫苗 此意义在打消对举办奥运表示怀疑的论调 辉瑞公司及其合作伙伴 德国药厂班恩泰科当天也发表声明指 首批疫苗最快预计在5月底交付 两家公司将与各国国家体育机构进行协商 力争让各代表团抵达东京前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霍瑞首席执行官布拉早前提出捐赠疫苗的意愿 国际奥委会与日本政府随后举行会议 敲定这项安排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指 这是展现实现安心安全的奥运和与东道主国团结的新举措 国际奥委会也曾在3月表示 鉴于中国奥委会的提议 将购买中国产疫苗并提供给各国 另一方面 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人7号表示 由于东京和大阪的确诊病例持续攀升 政府正寻求将东京、大阪、京都及兵库县的紧急状态 延长至5月31号 并寻求将爱知县和福岗县加入紧急状态名单 日本中央政府将召开专家会议 预计稍后会正式敲定延长紧急状态的措施 当局继续敦促民众 避免不必要的出行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有财经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亚太区股市今天普遍向好 台湾股市上升超过1% 韩国股市也升超过0.6% 日本股市午后升幅则是收窄至不足0.1% 内地互生两市小幅高开 随后走出了震荡分化的行情 超业板址下跌超过1.3% 户指中午报3455点 上升14点 升幅0.42% 半日成交2479亿人民币 深城指中午报14158点 下跌52点 跌幅0.36% 半日成交2808亿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高开83点之后 最多上升246点 但随后涨幅收窄 但仍站上10天线上 恒指中午报28787点 上升149点 升幅0.52% 半日成交748亿港元 中国4月份的外贸形势良好 出口继续维持超过两成的高速增长 进口增速更是10年以来最快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以人民币计算 4月份出口按年增长22.2% 增幅比3月份扩大1.5个百分点 大幅好过市场预期 进口更按年上升32.42% 贸易顺差2765亿元 以美元计算 进口按年增长43.1% 出口则上升32.3% 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预计 中国物价将会呈现温和上涨的状态 但是总体可控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涨幅将会明显低于 3%左右的预期目标 中国经济日报 周五刊登了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盛来运的访问 他表示从后期走势来看 由于基数结构性因素和输入性因素的影响 中国物价将呈现温和上涨的状态 但总体可控 全年CPI涨幅将明显低于 3%左右的预期目标 顺来运指出 目前中国物价指数的平均水平相对较低 虽然来自外部的输入性通胀压力有所加大 但从结构性因素来看 目前中国生猪存蓝量 已经基本恢复至常年状态的九成以上 生猪的生产供应是有保障的 一定程度上对冲了通胀压力 而从传导机制看 上游工业品价格上涨 对下游产品价格的传导效应确实存在 但是逐渐递减 至于经济是否恢复了常态 胜来运表示 从绝对水平看 去年前三季度的总量 基本恢复到疫情的水平 但从平均增速和潜在增长率来讲 还有一定的距离 他还提到行业恢复不均衡 工业恢复的较好 服务业受部分地区疫情反复影响较大 微观主体的差异也很大 尤其是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去年以来 受疫情的冲击更大一些 原材料价格成本在上涨 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 还没有根本改观 综合来看 当前经济恢复基础还不牢固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彭博社7号引述 不具名人士消息报道 拜登政府可能会保留特朗普时期 实施限制美国投资 部分中国公司的措施 中国外交部早前强调 中方坚决反对滥用国家权力 无端打压中国企业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彭博社7号报道 有不具名消息人士称 拜登政府官员 仍旧前总统特朗普 针对被指与中国官方有关联的企业 所实施的投资禁令进行初步讨论 其中包括中国三家最大的电信公司 目前尚未做出决定 特朗普政府去年11月公布投资黑名单 禁止美国人士投资在美国财政部 创建的中国军事公司名单上的企业 黑名单公告发布后 纽约证券交易所宣布 三家中国大型电信公司将被除牌 随后撤销这一决定 但在时任美国财政部长 姆努钦的压力下 再次做出除牌决定 美国财政部在今年1月发表声明 宣布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香港必须除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1月15号回应指 特朗普政府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 一再无端打压中国企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方有关行径 干扰中美之间正常经贸和投资合作 也终将损害美国企业和投资者的利益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坚决支持中国企业 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复合卫视综合报道 伊朗的核问题谈判未有突破 美国代表团本周返回奥地利维也纳 参加第四轮伊核谈判之际 有消息指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将因应美国制裁 而冻结的伊朗10亿美元资金解冻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指 美方考虑解冻伊朗的10亿美元资金 作为人道援助资金 内部消息人士指 暂时不清楚美方是否会单方面实施解冻资金 但相信这个举措可向伊朗示好 至于解冻的伊朗资金 将通过一个在去年设立的瑞士人道主义贸易机制交还伊朗 这个机制准许在没有违反美国制裁的情况下 向伊朗提供粮食等人道主义物资 报道指美国代表团曾就此向国会议员咨询 由美国官员证实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有关计划 但目前美国代表团仍聚焦如何让美伊双方重返核协议 美国有国会议员认为 解冻伊朗资金等于向伊朗让步 减少美方的谈判筹码 不利谈判 但曾在2011至2017年出任美国负责国际安全与防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特里曼表示 解冻资金的举措有望得到伊朗正面回应 也有专家提出 美方可容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伊朗批出50亿美元贷款 以对抗新冠疫情 美国上届特朗普政府曾阻止通过贷款 指伊朗会把贷款用于刺激经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 对于有报道指 美国政府正考虑解冻伊朗资金 单方面对伊朗示好 并非事实 强调美方不会单方面行动 又指所有重要举措 都必须在美伊双方采取行动下进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台湾负责选举事务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 由国民党发起的反对寒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美国猪肉进口 公投绑大选 以及民间发起的护草胶公投案 都跨越了联署门槛 确定成案 将会在今年8月举行投票 国民党也宣布启动后续的宣传活动 为公投加温 国民党女性干部手拿康乃馨 除了为即将到来的母亲节献上祝福 也宣布因为先前领先提出的反对寒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美国猪肉进口的公投案跨越成案门槛 确定今年8月28日将进行投票 国民党立刻发动深入民间的宣传活动 我们将选定最贴近民意的21个菜市场 发放康乃馨 不仅要表达对母亲的支持与祝福 同时要加强宣传828公投的重要性 首场地方宣传活动5月8号就将在全台21线市展开 而除了反萊豬 同样由国民党提出的公投榜大选公投案也顺利成案 为公投增温的计划紧锣密鼓推动 那我们除了现在有超过80场 在基层的这一些宣讲活动之外 另外街头的宣讲也会有超过500场 那这个大概从5月底6月初就会在街头展开 大规模走向街头之后 国民党预计7月举办大型造势 8月进入最后催票阶段 蔡政府真的要好好的自我反省 为什么这个每一项提出来的这个公投案 都可以有这么高的一个联署 然后也顺利的通过这个投票的门槛 成案的门槛 那这代表民意的一种反扑 跟对政府的不满 由民间环保团体发起的护藻礁公投案 也挟着强大民意支持顺利成案 加上早已成案的重启核四公投案 今年的8月28号将有四项公投案同时投票 对蔡政府形成巨大压力 凤凰卫视连前面崇文堂台北报道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周五在一个财经峰会上致辞时表示 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四大核心引擎之一 国家对香港在创新科技方面发展也抱有期望 香港应该在金融科技和现代产业两方面挖掘新的商机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是大湾区发展的四大核心引擎之一 有着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 能够同大湾区里面其他的城市优势互补 大湾区是香港融入国家的新发展格局的最佳切入点 也都是香港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空间 可以为香港多个行业带来庞大的机遇 开拓更加广阔的增长空间 陈茂波指国家首次将深港核套科技园创新合作园 纳入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十四五规划当中 也明确了香港的国际创科中心定位 这表明了国家对香港发展创科的支持和期望 香港将加强创科资源投放和人才建设 港深科技园将于2024年起分批落成 而早前推出的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 也已经吸引超过200家企业提供1000多个创科职位 在金融科技方面 香港应该深化和内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感谢您收看凤凰五间特快 再会